大家好,我是SK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各位聖誕快樂 終於來到這個開箭的日子 我跟我老婆都很喜歡聖誕節 活動滿滿,夜景漂亮 只是就很可惜 自從有了甜蜜的負擔 這件事情要等到幾年過去 才可以再享受到了 那這次也不例外 PS也丟出了優惠活動 可能因為時常的關係 碰到聖誕節跟過年 所以這次就不是叫聖誕優惠 而是叫做節日優惠 這次的現實優惠 我會分兩片推薦給大家 第一片會是各位印象比較深的 像是最近電影很夯的蜘蛛人 要不然就是對馬戰鬼 比較偏大作 還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作品 第二片會推你比較不知道的遊戲 像是沒打折這麼便宜的 童話森林 策略遊戲的戰場女武神4 要不然就是今年得獎的雙人成型 那一件就不用太快斷定的時候 哦,原來是哪些遊戲不太推薦 不是啦,是真的太多了 一片塞下來可能有三十幾分吧 所以就不要硬奶 不然我相信大家也是看得很痛苦啦 那每當這種活動到的時候 就也是蠻多人問我說 實體片有沒有一樣的優惠 通常這類活動就只有數位版才有 實體其實二手就有當作優惠了 真的官方有做實體的優惠 我覺得也不會折太多 而且我自己是覺得 數位方便很多 就不用像實體片要找地方放 你看我的遊戲片 還跟電池放在一起 我老婆也是問我要不要一起賣一賣 以後就買數位的版本 想要哪時候下載都可以 而且數位的版本 除了不定位省空間以外 用VISA信用卡付款其實也蠻划算的 海外的話還有最高3%的回饋 像我就綁VISA的中信預期卡 它的好處是可以回饋三倍的紅利點數 我都給我老婆在網上買一些 小朋友東西、衣服那些都可以折底 比較划算就不會浪費這些點數 卡片要保的話 記得要去付款跟訂閱服務裡面 然後選擇付款的方式 這邊就有一個卡片增加的選項 把卡都綁好之後 就可以直接點遊戲再購買 這樣就沒啥問題了 喔對了 還有像是我們叫熊貓 也是用這張VISA的卡去買 它最近的又會有分三種 星客、舊客、還有生鮮雜貨 手購都不一樣 你最近看我直播 在那邊打無視三吃一堆餅乾 就是用這個折扣去買的 比較便宜啦 又不用出門 特別是雨天就更方便了 我把折扣碼發資訊欄 想看的人再去下面自己找 就要記得是LISA的卡友 才有這個優惠喔 那我們就進入到遊戲的優惠介紹 首先第一款 黑暗靈魂3 由Francifer創作 萬代男武功娛樂 發行的動作角色版遊戲 這次從本體優惠 折到歷史新低 是到達447新台幣 不過只有本體而已 在前陣子愛爾登法環封測的時候 我的心則就有提到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入坑玩看看 那麼你先玩黑暗靈魂3 覺得有喜歡 愛爾登法環才會適合你 這次剛好就有折扣到最低 就想推定給大家玩這款遊戲 那黑暗靈魂3 這遊戲叫做魂系遊戲 如果你在網路上看到很多遊戲 它的標籤寫的是類魂 那麼黑暗靈魂系列 跟最早期的惡魔靈魂 這是所謂的魂系的創始者 它的特點是 遊戲裡面的怪物很強 迷宮如果不是守守 或者是沒有特別看地圖 會很容易走到不知道哪裡去的那種 路上又很容易遇到小怪 直接一刀銅死你了 你就要重新再跑 好不容易遇到王了 但是卻搶了一逼 兩三下星報你就上天堂了 這其實看我第一次打 愛爾登法環裡面的 惡兆媽祭司 我就死了48日才打過 總之宮崎英高設計出來的遊戲 新人來玩一定會先受洗一番 打贏之後才會覺得自己進步 後面就會越玩越起敬 所以你可以趁這次特價 先玩看看黑暗靈魂3 風格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浪費的話 我會蠻建議你買組合包 裡面會包含後面有在推出的DLC 畫中世界跟環藝城 價差也才兩百塊錢而已 還蠻划算的 那這三代跟DLC都打完 還想要再尻的話 黑魂一代的高清版本 現在也是歷史新機 只要55新台幣 是宮崎英高第二個作品 我也是很推薦 第二款 底特律變人 由礦電郡開發 索尼發行的互動式電影遊戲 從1090折到了247新台幣 底特律變人 其實我覺得算是比較對腦波的遊戲 因為互動式電影這類型 不算是很多人喜歡玩的種類 因為它是用比較厚重的文本 跟豐富的劇情來取代整個遊戲性 你不用特別去跟人家彈動 也不用特別去解謎 可能有一點要素 但比例不會太高 玩法就是你周遭的環境 房子 裡面有一些東西 需要你去互動 你就去跟他互動 有時候會觸發不同的分支劇情 有時候也是沒事發生 所以玩的時候就要比較專心一點 但也因為文本量比較豐富 所以喜歡這類遊戲的朋友 就會覺得它是一款神作 那這款其實很早的PS Plus有送 你沒領到的話 這波可以買一下 然後你有PS5跟PS Plus的話 PS精選是有送的 有PS5才有這個優惠 可以記得領一下 第三款 新櫻花大戰 第三款 新櫻花大戰 由SEGA Games創作 同工資發起了 戀愛養成跟策略模擬的遊戲 這次從1690下載到了338新台幣 新櫻花大戰 它在剛出的時候 名氣是很響亮的 只是因為在販售之前 大家知道要換繪師之後 心情多少受到影響 只不過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其實這跟當年行銷 基本上變化是不大的 早期會選特考康建 就是因為當時的幸運女神太紅了 所以那時候找她來做 十幾年前的櫻花大戰 那是理所當然的 金石不如往日 除了發售的時候 騰搞康建發生了一些 不是很好的新聞以外 新櫻花大戰剛出的時間點 死神確實也是很紅 所以照這樣子來看 行銷也是沒什麼改變 那除了這一點以外 遊戲在發售之前 也有先推出一個體驗版 給你先玩遊戲裡面的戰鬥 劇情戰的體驗版 相對就沒有那麼多 我當時也是因為戰鬥的因素 結果就勸退了 後來後續追了一下 這遊戲的玩法 還是有注意到 在劇情上的安排 跟人設的設定 做得還蠻不錯的 細節也很到位 又可以跟妹子談戀愛 這也是遊戲的大特色之一 所以這款 如果你是對戰鬥有疑慮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玩體驗版 再度考慮會比較好 不喜歡 錢也是可以省一筆 還有其他款可以買 像是一書八 單地的雲地日 由FUNKCON創作 童公司發行動作 角色扮演遊戲 這次從1790下載到 537新台幣 到達了歷史新低 單地的雲地日 其實在一書系列座裡面 據說是六代之後 又再登上神譚的一款遊戲 當然六代在很多人心裡 是一個無法取代的位置 我自己就是這麼講的 那一書八會被說神的 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的劇情的張力 在很多時候都相當的足夠 印象也都很深刻 然後推薦你買PS 還有一個特點是 雖然PS也有出這款 但是現在看Steam 是沒有上中文的版本 雖然說漢話這件事情 是小事 但遊戲畢竟已經很久了 要找到應該也只剩下簡體了 要不然就是等高人分享給你 所以如果你是日英文苦手 又有主機的話 就蠻建議你在這次的優惠買起來 那他還有一個豪華的典藏版 是多出了BGM讓你收藏 對冒險是沒有太大的影響 接著網路上聽 也是很多人分享 就看自己要不要支持了 價差也不到100 感覺也是還行 第五款 避險狂殺2 由R星開發同公司發行的 動作冒險遊戲 這次從1790下載到了 716新台幣 其實動作冒險這類型的遊戲 我這個人其實是很吃的 劇情普通 戰鬥做得好 我也是會想要嘗試看看 但是避險狂殺這一部 我就是不吃了那一個 不是說他不好 是因為他的步調太慢了 加上我是一個容易疲勞的 太慢步調的遊戲 我就沒辦法玩 每兩三下就會睡著 而且還是我在直播前 就先睡一下子 還是有這個狀況 很顯然不是遊戲的問題 是我身體沒辦法玩這款遊戲 那避險狂殺2 會被說神做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他的細節做得很足夠 很多東西都會讓你覺得很寫實 遊戲就會變得比較真實 像是主角的頭髮跟鬍子 都會因為時間變長 一段時間之後就要刮 但這一點 如果他拿來提的話 可能就會被說 2015的巫師山就有這個設定 那如果我跟你說 你的馬如果因為一些意外 不小心死了 他就真的是死了呢 還有你真的沒有吃東西 也沒有休息的話 你的人物就會比較容易疲勞呢 假設你知道 進食會影響疲勞 然後也一直狂吃的話 主角也會因為你的食量 胖瘦也會有所改變 這些都是遊戲裡面 可以遇到的細節 當然 還有一些值得提的是 物理引擎也是在遊戲裡面 做得相當的出色 劇情雖然是偏慢 不太合我的胃口 但前幾天在直播看到這款遊戲 也是不少人說很讚 這件例子心底 我覺得是可以買起來了 第六款 地平線 靈明時分 這是由Galuragames開發 索尼發展的開放世界動作 角色扮演遊戲 這次從590下載到了236 地平線 明年2月的時候 即將會推出續作 趁這次特價把這個遊戲補一補 我覺得是很剛好的時間點 特別要是開放世界的遊戲 就更適合等待的時候玩 故事背景 是在人類文明毀滅的 末日世界裡面發生的 主角亞若伊 在這個世界裡面探索 因為好奇心找到很多 當地人都不知道的文明遺跡 其間也發現到自己的身世由來 但也因為這個世界裡面 會有各種不同的機械 所以就要利用類似 看透他們弱點的方式 去對付這些怪物 武器的種類也很豐富 有近戰、弓箭、彈弓 還可以利用屬性 附加在武器身上 打怪物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但也因為弓箭在這一代 太過於強勢了 所以大部分人 都是使用弓箭 就把遊戲給打通了 最近二代的預告片 其實也看得出來 很多的處決畫面 或是安裝一些配件 在近戰武器身上 就會多一個動畫 流暢度也明顯提升很多 所以到時候二代出來 希望可以看到真正的平衡 或是更便宜的感覺出來 那這次的地名線 有賣兩個爆 一個是只有本體的 一個是有含DLC 跟本體的 只推薦各位買兩個都有的 價錢都一樣 大家不要買錯了 那你要問我 為啥有這個狀況 我也不知道 一直以來都有這個問題 也不見他有改善 所以會很常有買錯 或是重買的問題 官網自己應該也是知道了 在官網上面也有寫 不要重複購買 所以大家看清楚再買就好了 第七款 《電獄判客2077》 由City Project Raid 創作 同公司發行的動作 角色扮演遊戲 這次從1490 價值到745新台幣 這是一款開放世界 以賽博朋克風格去設計的遊戲 出發點是以貧富差距 導致各地的治安 都因此受到影響 你一個出門 就隨時隨地會發生 被人家開槍打死的故事背景 只不過這是最一開始 我們都不知道這遊戲怎麼樣玩 官方提供給我們的簡介 會推薦這款遊戲 也是因為早期《電獄判客2077》 它會有大量的BUG 可能玩個沒幾下就會閃退 走個窗戶就會飛走的問題發生 BUG可以說是一小時就發生了兩三個 那距離遊戲發售直到現在 時間也在這個月10號 已經一年了 我覺得該修的也修的 雖然先前承諾的一些東西 應該是不會實現的 像是甚麼 成人光電片 還在背包裡面 我還不能播來看 但以現在的遊戲市場來看2077 這款也是很讚的遊戲了 我那時候的遊戲是PS4 然後機台是PS5 在畫面上的表現 其實算是蠻不錯的 雖然沒PC好 但我也沒有那麼挑剔 覺得PS5也是很棒了 那我也還好是用PS5玩 PS4的畫面跟幀數 沒有想像中的好 但因為日子也過了一陣子 所以我想這方面 應該也是改善蠻多的 如果說你真的有PS5 也還在考慮這款遊戲的話 我比較建議你可以再等一等 因為現在賣的是PS版本 你現在玩的畫面也不錯 但沒有跑出真正的效能 比較建議等PS5版本 或者是DLC的更新 我覺得都不錯 第八款 選人件7 由大宇資訊開發 同公司發起的動作冒險遊戲 這次從1280下載到640新台幣 這款剛出的時候 就還蠻讓人注目到的 因為它的戰鬥 是我喜歡的ARPG 如果是以前的玉怪回合制 我自己就沒有很喜歡 但是這次的期待 在戰鬥明顯沒有做得很好 沒有什麼出招順序 或者是太大的變化 讓你覺得有很有趣的要素 劇情的方面 格局普通 而且有面談的問題 在玩的時候會比較出戲 不會到分辨不出來 這個人心情是怎樣 就是面談 遊戲主要好玩的地方 算比較小的細節 在整個冒險期間 會遇到一些篝火 這一點就跟破小傳奇一樣 可以在螢火這邊跟隊友聊聊天 從中更了解這些角色 他們在想什麼 或者有什麼故事 還有遊戲裡面的主陸棋 玩起來跟巫師3的昆特牌 毒性差不多高 說得比較強 當然是沒有了 但毒性肯定是有的 順便分享一下 這款我當時玩的時候 是用PS4去玩 玩起來超級痛苦 在最後一關 還是倒數第幾關的時候 打那個BOSS 真的是打到崩潰可以講 只要放了某一招 我就會定格 然後就這樣量了 那我又是脖子很硬的人 難度只要是最難 我就會打到底 要不然回頭 我就會很後悔這一段 當時好像就是調難度就過了 還是硬剛打過 太久我也是忘記了 後面也是因為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就出幾個版本改善 我沒有特別上去看 印象中後面反饋 確實有變好就是了 現在是歷史心地沒有錯 但如果你有再疑慮的話 我會蠻建議可以再等一下 在今天的14款 它不會是我的首選 第九款 女神韻文入武皇家版 由阿特拉斯創作 Sega Games 發行的角色扮演遊戲 這次從1790下殺到了895新台幣 你常常在你朋友那邊聽到什麼 有人講P5天下D 就是在說女神韻文入武 他會被說天下D 就是因為他在角色扮演遊戲裡面 是一個相當厲害的作品 風格獨特的外框 戰鬥的爽感 劇情的安排 都明顯讓人感受到 這些都不是重點 最主要就是 女神韻文入武 這遊戲妹子 實在是很多 光是香香的感覺 就讓不少人喜歡這款遊戲 而皇家版跟普通的版本 最大的差別就是 皇家版多增加了一位方學姐 不是個方學姐啦 皇家版多增加了一位方澤強 如果有玩過P5的話 有些人會覺得 她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 有些人會覺得 多了這個學妹 意外多了一點趣味 但這個趣味又不足 用相同手法的 P4G馬力還要來得鮮明 所以其實 皇家版作為一個厚素的版本 在全球效量 還是沒有比原版還要高 畢竟遊戲的方方面面 重複比例太高了 相對買的人就會比較偏少一點 那皇家版現在有兩個版本 普通的皇家版 跟皇家的數位豪華版 數位豪華版是多增加了外觀 遊戲的體驗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蠻建議大家可以買普通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覺得學妹還好的話 普通版現在也是有特價 只不過它不是粒子星低 是到了495新台幣 先前最低到了396 你還想要等的話 就看看過年那一波也可以 那假設你都沒有玩過的話 買皇家版體驗學妹多出來的趣味 我覺得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第十款 惡靈古堡村莊 由卡普空創作 童公司發行的驚悚恐怖遊戲 這次從1723下載到了861新台幣 惡靈古堡是卡普空的老作品 這次村莊應該算是系列作裡面 影響力最深了 你看看 今年DGA的最佳演出獎 就是惡靈古堡村莊的配音員 Maggie Robinson拿到這個獎項 這作是延續了七代的故事 看不到臉的Eason跟他的老婆Mia 女兒被盧走作為遊戲的起頭 這個起頭其實不算很新鮮 而且有點老套 有太多的遊戲 都是用這個梗去走 顯得有點沒力 但因為村莊他的最大魅力 就是在你探索劇情 給你的五大場景裡面 每個地方都富含不同的格調 像是吸血鬼夫人 場景就是城堡 機關明顯就比其他地方還要多 所以解謎的要素也很多 隨時隨地還會有夫人女兒來服侍你 那蒂米特雷斯庫夫人 也是整個遊戲裡面 最受歡迎的一個角色 我們都叫阿姨了 在PC的平台MODE 就用了一大堆 像是帽子會越走越大 要不然就是阿姨穿著特別的性感 或者是我們把手上的武器 改成蒼蠅拍打在阿姨的屁股上 都把惡靈古堡這款遊戲 走到另外一層的巔峰 當然排除這個以外 村莊對我來說 真的是很難挑剔的一款遊戲 唯一讓我覺得不是很舒服的 應該也只有工廠這個場景了 玩起來沒有很爽,甚至還常常會迷路 但遊戲整體 我真的是大推 那這次賣的版本 有兩個 普通的版本跟完整的組合包 普通就是八代的本體而已 組合包就是七代跟八代都可以玩得到 因為兩代的故事是緊密的 我覺得都玩的話 會更了解故事的大綱 但如果你想要省一筆 其實八代裡面的某一個橋段 也會給你一小段期待的回憶 大致上可以了解 你跟老婆米亞 先前的故事 兩個都好 喜歡恐怖遊戲 我很推薦 第11款 對馬戰鬼 導演剪輯版 由Suck Punch創作 索尼發揭的動作 角色扮演遊戲 這次從1790下載到了1181 如果是PS5版本 是1990則到了1412新台幣 這個導演剪輯版 是除了對馬島以外 還可以玩新的DLC 一期之章 我還記得當時對馬戰鬼 剛說的說話沒有太大聲音 那時候還想說 這遊戲應該沒有什麼吧 當時也沒有什麼遊戲 就跟風玩看看 結果一玩 那才發現它是一款驚為天忍的遊戲 它的遊戲是走開放世界 有各種不同的主線跟支線 主線是走自己的家園 對馬島被蒙古人侵襲 導致島上會有不同的事件要解決 還有跟自己揪舊的故事 那支線方面 有些刻畫的比主線還要好 沒結局就會讓你忘記主線的存在 大多數的時間 都花費在解任務這件事情上面 任務隊友來說是做得不錯 當然也有人說做得無聊 但比較偏少數 整體的戰鬥玩法是走ARP去 跟主要人物單挑的時候 就會進入到跟武士對敵的橋段 再利用輕重攻擊跟架刀 還有額外學到的技能取得勝利 你身上的裝備還可以運用符文 來做一些數字上的改變 算是遊戲裡面很核心的玩法 這片我有做專片 你想要看介紹 可以從右上跳出來的視窗傳送過去 參考一下我當時玩玩的想法 那導演剪輯版有分兩個價錢 一個是PS4,一個是PS5的 PS5之所以比較貴 是因為它本身有多增加的 自適應版機回饋 還有日語的純型同步 有PS5會比較建議買PS5版本 版機回饋真的差蠻多的 可以試試看 第十二款 蜘蛛人麥斯摩拉尼斯 這是一款索尼本家創作發行的 動作冒險遊戲 這次從1490下折到了894新台幣 剛看完無家日的你 是不是想要來一款 蜘蛛人遊戲噴一噴自己的興奮感 可以硬緊硬緊玩玩看 遊戲的蜘蛛人了 那這款現階段已經有出兩代了 一個是漫威蜘蛛人是Peter Park 之後就是麥斯登場 早期一代剛出的時候 就引發蠻大的聲浪了 玩完之後有很大的好評 在遊戲全破的時候 還會有像電影一樣 看到二代釋出的消息 讓你有那種期待感 二代推出就隨著PS5一起出來 但評價卻是跟一代相反的 雖然沒有到整個反的 但整體遊戲並沒有耳目一見的感覺 最大的主因就是 二代的整個系統 都跟一代太像了 除了主線劇情以外 其他基本上算是差不多的 所以麥斯也是不少人提到 這遊戲就是大型的第一遊戲 也賣了一千多塊錢 甚至玩不到十個小時 就也是有點小貴 那假設如果你對這類型有興趣的話 除了麥斯 它本體是歷史新低以外 想要玩的話會比較推薦買奇境的版本 因為它是兩代都有的 折扣現在沒有很高 現在有更低的 不急的話也是推薦你 過年那一波再看看有沒有 第十三款 《審判之士》 《湮面的記憶》 由人中公司開發 SEGA發行的動作冒險遊戲 正是從1790下得到了 1253新台幣 主要控制的角色是 由牧村拓哉扮演的八神龍吃 接續審判之間的故事劇情 在這一座執行任務的時候 收到以前的搭檔傳來的消息 說他在橫濱開了一間偵探事務所 也請求他們可以幫忙調查一件 學校的霸凌事件 所以過沒幾下 我們也因為這個開頭 就跑去了橫濱 但也因此不小心捲入了 黑道跟政治的巨大案件裡面 如果你有玩過 《人中之龍》七代的話 七代的舞台就是橫濱 裡面的地圖跟很多的細節 你都會覺得有懷念的感覺 這座蠻多人喜歡的特色 都在小遊戲比前作還要多 主線玩一玩 沒事就想要去打小遊戲 也不在少數 這次特價我是蠻意外的 畢竟是前幾個月的遊戲 裡面有分普通的版本 跟豪華的版本 在直播的時候 也蠻多的觀眾 推薦要買數位豪華版 因為會有比較多的妹子可以攻略 你要是那個想要好好經營自己一個 另外一半的豪華版 感覺是可行的 那審判之事的前作 審判之前也是在12月PS Plus有送 只不過送的證數不太一樣 是30fps 現在有在特價的審判之前 死亡的一眼 Remaster 是60fps 不過對於回合制RPG 差別應該是不會很大 我覺得玩瘦的其實也不會很差 真的有錢再買就好了 不用特別再花一筆 第14款 奇娜-靈魂之橋 用Everlet創作同時發錢的動作 冒險遊戲 這次從190下殺到了892新台幣 靈魂之橋 是Everlet的第一款作品 他們之前並不是做電子遊戲的團隊 而是做動畫的團隊 人數還只有16個 最有名的作品就是 2016有因為薩爾達傳說 穆修拉的假面 這款遊戲的發想 做出一款同人動畫 Terrible face 上傳到網路上 到現在已經有1000多的點閱次數 他們在事後就有提到 自己做電子遊戲 就是下一步了 而這款遊戲 就是今年TGA斑角典禮 被提名三個獎項的遊戲 奇娜-靈魂之橋 這款遊戲被提名了 最佳美術、最佳獨立 最佳新進獨立遊戲 還有金搖桿獎 他就拿到兩個 最佳美術跟最佳獨立遊戲獎 這在團隊第一款遊戲 就拿到兩個獎項 我想應該是只有 爽到飛天可以講了 那我第一次看到這遊戲 是2020 6月12號 當時看完PS5發表會 就做一個懶籠包給大家 那時候就覺得 這遊戲的風格很有煞滿味 戰鬥的流暢跟瞬間格擋 都做得蠻好的 我就很期待了 中間有因為幾次的 疫情問題延期 不過我是覺得還好 沒有到不爽的程度 後來真正玩下去 就真切覺得 這遊戲玩起來 雖然是以到處去超渡人 作為這個起頭 但是卻一點都不可怕 反而他的小夥伴 斧林有很多的互動可以看 就覺得呆萌很可愛 整個遊戲玩完會有那種 像是演唱會想要叫人家 再唱一首的感覺 這次折扣是連豪華版 也一起打折了 但我不是很推薦大家買豪華版 因為他送了道具那些 就真的只是好看而已 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你想要支持的話可以買 想要效果的話 可能就會讓你失望 那我覺得這波可以的 但也可以買 遊戲時數不長 但是是那種小而輕巧的遊戲 蠻值得買來細細品嘗的 那今天的PS優惠 都推遞得差不多了 這次影片不知道為啥 說得有點長 不小心屁地啪啦 就講了一大堆 但這都是我玩這些遊戲的心聲 我覺得比較有參考的價值 那這次有些遊戲 明明就很不錯 但卻沒有推薦到的 像死亡擱淺 GTA 他們是很好玩沒有錯 但價錢還沒有到很漂亮 我會比較建議等過年那一波 會比較有機會拿到更便宜的折扣 你想要追蹤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加上影片製作的耗時 也是很長 這篇也是爆竿在做的 就只是單純想要推薦給大家 遊戲買哪一個不錯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有喜歡我的朋友 記得幫忙點個讚 再幫忙大家把影片分享給其他人唷 那就感謝螢幕前面的你把影片看完了 我是SKY,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